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十八回 權能未深 黎人超金作英文 要不要幫你 不用了, 行了, 哥 你不明白, 怎麼不肯坐轎 你不明白, 船快開了 你不明白, 你在這裡等我 我去摺頂橋 放下沙煲, 別走開 哥 哥哥 伊蓉 伊蓉 周大哥 好 很感謝你幫我找一塊肉 伊蓉 伊蓉, 我想照顧你 你肯不肯讓我照顧 沒有 我是認真的 你不想嗎 我知道, 我做人比較魯莽 做人不細心 不過, 但是我… 你不喜歡我不要緊 我不會勉強你 對不起 當我自己自首多情 葉蓉, 你幹甚麼 是不是剛才被我的書 嚇倒你 對不起, 你當我沒說過 你死了 周泰, 你欺負我妹妹 不是呀, 我不知道會這樣 以前你叫泰哥 哥哥, 現在 要做我妹夫 哥 葉蓉他 所謂你這個人, 平時這麼硬 一點也不細心 我妹妹在開心裡哭 真的 蟲蟲蟲蟲, 你這次正在做我妹夫 好 周泰, 老老實實告訴我 這兩抽這麼晚你送給我妹妹的 一人一抽, 拿著 你不細心了, 還不肯 走吧 不知道泰哥去不去月蓉呢 來 程康… 怎麼樣?周泰 葉蓉已經答應我了 她答應你為我成親 真的嗎? 恭喜你, 周泰 我不跟她聊, 我趕著去收拾東西 你收拾東西去哪裡? 沒有, 我打算陪葉蓉回鄉下 順便辦親事而已 我不跟她聊, 我走了 房子在那邊 算了 怎麼整天急成這樣 蘇燦, 今晚不醉無歸 好 好 通飯 不過呢, 只是喝酒 好像不是于大人的作風 今天, 為什麼不找那個姑娘陪你 哪有這種心情 來 你怎麼不開心 別問了, 乾杯 好 好 蘇燦 跟你做朋友真是夠意思 我跟了榮爺十幾年 凡事都盡心盡力, 你也知道了 我一心一意為他老人家 誰知道到頭來就被個鄉下子搶盡風頭 他算是甚麼 黎人超 你這樣做, 明明看我眼眉 依我看, 你不需要這麼激氣 如果說那個榮爺 真是看得起那個黎人超的話 有段時間還沒輪到你 你只要一句話, 說要賺災 每個人都把賣很便宜的賣給你 連我也跑不掉 于大人, 這個是肥缺 你可以賺到不少 說就這樣說, 說真的 做得很好看就說 你知道榮爺他這份人 說起錢上來, 老爸也不能說 于千總 真人面前我是不說假話的 我們兩個人都認識了這麼久 我收到風, 上邊朝廷好像是派錢下來的 那些錢怎麼會落我袋呢 榮爺他這份人, 表面就大大方方 好, 其實他看的錢還大過天 他賺多少錢一個才不會落我袋 是不是真的這麼慘 所謂過河也要濕濕腳 無謂說, 蘇產 總之有苦自己知道 那我真是替你不值 我和那些洋人買鴉片之餘 還會賣其他貨 賺到的錢, 比起買鴉片更好 好啊 蘇產, 有東西比鴉片還值錢嗎 用那批官銀私底下轉一轉 我包你賺的錢, 比榮爺還要多幾倍 用官銀?不行 萬一我死也不行 你怎麼樣? 這些錢啊, 借用兩天就可以了 我現在有批貨在我貨倉裡 這批貨是好貨 我當你是朋友才跟你說 過兩天一轉手, 就有錢落袋了 但是 那你自己好好想想 搞完這個鎮災呢 你會有一段日子, 完全沒錢到手 所謂的, 如果沒有本錢 就甚麼都做不了了 不如趁現在, 我們賺好本錢 到時候做人就不用看臉色了, 是不是 還是不行 等我搞定了第一批就先說 小心事 來, 慢慢 小心, 少爺 你過來這邊坐 慢慢 我想給你一杯熱茶 不用了, 拿酒給我 熱茶, 少爺 阿財, 你在哪裡 我拿熱毛巾給你, 少爺 阿財, 你睡覺 阿財 少爺 我都說過我沒甚麼事了 快去睡覺 少爺 如果可以的話, 以後喝少一點 人生在世不如意 唯有把酒, 雲青天 阿財, 你已經跟了我這麼多年了 你應該知道我的性格沒辦法勸的 是不是有甚麼事跟我說 少爺 快點說, 是不是鄉下要拿錢 不是呀, 少爺 少爺, 雖然我不知道為甚麼 但是我想你還是少跟那個淤天來往好一點 這個武夫來的, 瘋得上來, 甚麼都做得出來 少爺, 良才服侍你這個月 可能以後都不能再服侍你了 我打算做完, 根本就不做了 為甚麼 肯定是你這個小子, 想成家立業 我打算回鄉下成親 之後就會留在鄉下照顧爹和娘 好, 好 天下間, 無不散之言正, 好 阿財, 來, 來, 來 坐 良才不敢 坐 阿財, 從小到大 應該說我們是朋友的身份多過主捕 多謝少爺你一直以來都對某這麼好 你又跟我說這些廢話吧 我說真的, 少爺 我覺得可以跟到少爺你 我真是很幸運 但是我說時說 你日夜都要照顧我 又怎會有時間去相看 不是相看的 是在市集那裡識去賣柴的 賣柴 難怪我們家最近好像堆了很多柴 沒有呀, 少爺, 我沒有呀 開玩笑 阿財, 到底認識了多久 一年呀 想不到你這個小子 口風呀, 也挺密的 少爺, 你怪我呀 我沒有怪你 我怪我自己不夠朋友 有這麼大的事, 我也沒有發覺到 哈哈哈哈 少爺, 其實我真是很捨不得你 阿財, 你記不記得我小時候 想下去游泳 但是無論如何你都不讓我下去 還說老爺千交代萬交代 要你照顧我 結果呢, 你被我打得全身都傷了 不過一個時辰之後呢 山雄突然暴發了 還衝走了幾個人 你還記得嗎 我當然是記得 就是因為這件事 你生了我半個月 那時候兩才小時候不懂說話 阿財, 你的確是個正直的人 你出去之後, 要特別特別小心 知道了, 少爺, 我會照顧自己 還有, 如果在外面有任何事情不順利 記得要回來找我 我一定幫你出口氣 謝謝少爺 對了, 身上的錢夠不夠用 少爺對我實在太好了 良才無以為報 阿財, 你知道我這個人 一向都不喜歡這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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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要報答我的話 可以 快點給我生個乾兒子 讓我可以幫他改個名 來, 拿兩隻杯過來 你別給我囉嗦 今晚我們要喝個痛快 快點 怎麼樣, 齊哥, 做了幾天, 乖不乖 我以前是做姑娘 但是想不到原來做姑娘頭 有這麼多東西要學 就這樣了, 多少大有千佬 都是姑娘出身 不過說真的, 少爺真是好人 當初我如果不是少爺 我想我現在還在蹲街 說真的, 蘇少爺這個人真是好 是啊 跟了少爺這麼多年 其實我真的很捨不得 要不然想回去成親 和照顧爹和娘 我真的不想走 總之, 少爺真是一個好老闆 你留在這裡做, 努力吧 大把前途 我會的了 請禮 讓我去 什麼事?大人 我們是於大人派來 拿鎮災的那批米 我們準備好了, 等一會 阿田, 阿俊 怎麼樣 派當起了那批米給人 好 好 好 請大家麻煩過去怎麼收 好 大人, 這邊 有火已全倉 先去那批米那裡 正好嗎? 正好 大人, 先來幫幫忙 好, 先來幫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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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 好, 榮爺, 我 天錦 這些是你應得的 不如這樣吧, 榮爺 這裡二千兩銀 你暫時收了它 如果他日 天錦需要銀子用的時候 再來問榮爺要 這樣嗎 這樣也好 那些銀子暫時放在我那裡 對了, 天錦 是 那些米箱真的一點也不肯便宜 震災這麼大的事 他不怕我參他們一本 說他們團職居其 是為父不仁 這樣吧 你去帳房裡拿一萬元再扮米 這次呢 如果能夠再做得精明一點就好了 我會做的, 榮爺 榮爺, 黎人超來了 榮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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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錦 是 你去辦理自己的事 我先告退 好 人超, 你來得正好 我正想你幫我一個忙 榮爺, 你儘管吩咐 你幫我留意一下 近來省城的倉庫有甚麼動靜 聽說那批軍火就已經運來了 那批革命黨會有所交易 榮爺, 你的意思是 革命黨會用那批黃金來買軍火 沒錯 你說賺錢容易又得, 難又得 譽大人 你看看, 不過是兩天的時間 我就賺了兩千兩銀 當然了, 賺錢當然容易 那倒是 最糟糕是你不肯製 我不是不肯製, 哪個人嚴閒聲 都叫了你把買米的錢拿來做本錢 你又怕, 要不然桌面上的錢 早就是你的了 對不起, 大爺 對不起, 你慢著 對不起, 就是不知所謂 甚麼事, 誰搞事 原來是于大人和蘇少爺你們兩個 你怎麼做事呢 找了這些人來招呼我們 于大人, 真不好意思 這個位置是正確的 是呀 于大人 就當給我們老闆一點面子 你們老闆 是呀, 黎仁超 原來黎仁超就是你們老闆 他算了甚麼 我為甚麼要給他面子 我畢竟是一個千種大女 他見到我也要給我跪 是呀… 于大人, 不好意思 是呀… 你真是不惜抬他 找黎仁超來打我 我一輩子怕他 老闆, 于大人 這麼容易打六打 這麼大口氣 真是不給命 你真是男人說得太多 你一句話而已 我馬上去教訓他, 怎麼辦 不是呀, 馬力敢忍得他 于大人說得沒錯 我見到他 我始終抬不起頭 是呀 四鳳, 這些我賣好給你 你收到嗎 是否又約了才哥呢 你早點回去 行了, 你們先吃飯 好, 吃飯了 吃飯了… 姑娘, 你找哪位 請問梁財在這裡 好, 你等一會 好 才哥 你說不用拿飯來給我 那我煮開而已, 有甚麼所謂 我來介紹, 這位就是考梅 你就是考梅 才哥經常在我們面前稱讚你的 這位就是黃靖可 黃大哥 叫靖可就行了 才哥, 你吃飯了沒有 現在吃吧, 靖我一起吃 好, 你們自己吃吧 不要緊, 我煮了很多, 一起 對了, 來, 別客氣了 不好意思, 來… 別這麼說, 一起熱鬧一點 謝謝 又要吃餐 你們有很多好菜 很客氣 有這麼好的菜, 供給我一份嗎 少爺… 考梅, 這位就是我們少爺, 叫人 蘇少爺 你就是考梅嗎 阿財, 你真是好眼光 剩下兩個菜 如果要我一份, 夠不夠嗎 但是這些粗茶蛋飯 我怕少爺吃不慣了 不要緊, 我來試一口 好吃, 適合我胃口 好吃嗎?我拿一雙碗飯 老大少爺, 好好人 來…吃飯吧 少爺, 來 來… 阿財 阿財, 你做了不太多天 但是也算做得不錯 哪有呢, 全家才哥教我 不是…全家阿財, 你自己聰明 一教就懂 你們兩個也別說了 快點吃飯 吃飯… 吃飯… 好吃 考梅, 你煮菜真的很好吃 好吃嗎? 還要吃飯 阿財, 你如果對考梅不好的話 我不放過你 是, 知道, 小爺 吃飯… 阿財 阿財, 你走 阿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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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惜抬他 叫他喝酒推三推四 豈有此理 余大人 為什麼今天心情這麼差 對了 我聽說余大人最近賣米賺了不少錢 還好說 賺得多點 是不是全部放進榮爺的袋裡 余大人 為什麼犯大鼻氣 蘇少爺不來了 豈有此理 今天我們余大人心情非常不好 快找幾個美女來陪伴我們余大人 行…我一定會找幾個美女來陪伴 快點… 余大人 今天我來做冬 喝多少就喝多少 開心點 乾杯 好 你就好 你給股東也賺不少錢 怎麼可以不賺呢 最壞的是你不跟我一起玩 否則我一定是預份給你的 本少利大 對呀 對你來說就是 余大人 如果你有興趣的 一起玩 那些本錢 過兩天才給我 一轉手就可以賺幾倍 甚至幾十倍的利潤 這些好賺的生意 去哪裡賺呢 好 榮爺 楊超 這麼早來找我 你是不是已經打聽了 革命黨交易軍火的事 榮爺 恕我打擾 我這麼早來是有一事請求 什麼事 我想做官 做官 是 那我儘管跟你想辦法 謝謝榮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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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古董 你不是說這塊值成三千兩元吧 不是 那你剛才說值成三千兩 我改變了主意 這塊值八千兩 八千兩 好 千金難買心頭好 古董這種懷疑 可以說是一民不正 又可以說是無價之寶 但是楊鬼子呢 特別喜歡這些東西 多少錢他們都肯給的 真的 你不相信 下次我交易的時候 跟我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 楊潮 想不到你住在客棧這裡 照他你不是賺不到錢嗎 為甚麼要住在這樣的地方 睡覺而已 我認為錢是應該花在一些 更加值得花的地方上面 對 錢這件事 人人都會花 但是能夠花得其所的 就不是人人都會了 楊潮 其實你有事要找我的 你大可以叫人通傳一聲 不是你這麼說 我連你住的地方都沒見過 怎麼算是你朋友呢 謝謝榮爺 謝謝榮爺 你肯當我是朋友 榮爺, 請查 好 任超 今天我來是報喜的 你做官的事沒問題 謝謝榮爺提拔 不過你要幫我辦一件事先 榮爺儘管吩咐 任超就算是赴湯道火 也在所不辭 你殺過人嗎 沒有 是 今晚 那些革命黨 會用那批金去交易軍火 我想你給我拿那批金回來 只要那些軍火我也想要 那些人 我一個都不想留下 林超, 你沒事吧 沒事 沒事 你不舒服嗎 沒事吧 那你怎麼好像這麼濕暈 沒事, 吃東西吧 別喝太多酒, 你先吃點東西吧 來 來 禮大人 甚麼事 我是你事, 我先走了 我去 我去 你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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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三千兩黃金 我去 就是你的 文少兄娘 你 我去 你 我去 我去 你 我去 你 不 我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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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爺, 三千兩黃金 已經全都找回了 人呢? 已經照你的吩咐, 一過不留 仁超 第一次殺人 是不是覺得很難受呢? 是 那知不知道為甚麼 我一定要你殺人呢? 榮爺, 谷紀哥只是無名消出 根本對大局一點影響都沒有 那就看你想不想做大事 我可以告訴你 一隻好的獵嬰 只需要盡力捕捷蠟 不需要理會 獵嬰究竟對主人有甚麼價值 做大事 要有做大事的方法 千萬不要有婦人之仁 仁超 你唯一的目標 就是完成任務 其他的事不需要理會 為求達到目的 當然 不需要 你是不是想問我 沒有 沒有你會這麼好 看我吃這麼多菜 因為大哥呢 最近沒見你 就找你聊聊天 問問你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還是這樣 是不是 不是呀, 聽說你最近經常不吃膠 你試一下就對了 和歸來人超級怎麼樣? 人家是好人 隨便吧, 好人也好, 壞人也好 無論如何都不能遠, 由你自己選擇 我又沒有說跟他什麼 程鵝, 來… 大少, 大小姐 進來坐吧 不用了, 你叫我來什麼事? 沒什麼, 只不過我聽到你前陣子跟我說 你要回鄉辦私事, 是不是? 是 那你明天起程吧 明天就離開 是, 因為這幾天想裝修貨倉 所以你趕快這幾天回去吧 那好吧, 我明天起程吧 來了, 吃頓飯再走 不用客氣了, 冬至我家煮飯等我 你們慢慢吃 先走了, 大少爺 走了, 大小姐 再見 你怎麼裝修貨倉嗎? 你怎麼裝修貨倉 等一下, 我會跟那個洋人 去交易上次的那批古董 你有沒有興趣去看看 好啊 喂, 我真是不明白你的 你真是不喜歡錢的嗎? 有誰不喜歡錢的? 立暖洞用官銀, 會殺頭的 算了…我也不再勸你了 弄得我, 好像貪你的錢那樣 你自己有錢你的事, 不要騷我的那些 你知道就好了 喂, 我們兩個人這麼好朋友 我沒理由不告訴你 這個機會, 可以說是可遇不可求 好, 難得呀, 我認識一個洋鬼子 他呀, 大把大把錢 而且呢, 又喜歡中國古董 他可能下個月呢, 就走的了 這些機會呀, 不會太多的 于大人 你知不知道上次那個花瓶 我用了多少錢買回來的 你不是用八千兩買回來的嗎 不是不是, 五百兩 甚麼, 五百兩買到八千兩 那些洋鬼子呀 如果喜歡了甚麼的 不要說八千兩呀 再多的銀兩, 他們也肯付的 喂, 是不是真的呀 信不信由你 那麽, 素柴, 如果這個花瓶 真的可以買到八千兩的 那你就如我一份, 我們一起玩吧 余大人, 你這麼穩定, 不會好帥嗎 素柴, 我們是兩兄弟嘛 難道你一次帥也不給我 來…乾杯… 乾杯 好完美, 實在是好完美 素柴, 這個領口獻圖要賣多少錢 一萬二千兩 一萬二千兩 不錯, 鐵價不易 好, 我就幫你買 你還有多少件貨在這裡 五件 好, 我統統買光了 什麼, 我有這麼多錢在這裡 你居然說沒有姑娘進來陪我 余大人, 真不好意思 我今晚真的有很多客人了 我稍後找姑娘進來陪你 混帳, 什麼叫一陣 大人, 你想不想抓人見封艇 余大人, 不好, 你低行大量 高抬歸首 不知所謂, 無論如何 馬上跟我找姑娘進來陪我 行…我立刻找姑娘陪你 行, 我立刻去找… 少爺, 梁才收了一杯茶給你 以後不可以再為你斟酒 你不是說明天早上船嗎 我們怕太聰明了 所以打算去下梅購武那裡睡 還在盜頭旁邊 阿財, 這裡是五百兩銀 你收了它 少爺, 我不可以要的 收了它 你跟蹤我這麼多年 什麼大小事你也幫我做 所謂武功勞也有苦勞 這些錢是你應得的 少爺, 我真是不感謝你 你公快就忘了了 我記得 如果生了個兒子的話 馬上拿來給少爺你幫他起個名字 一言為定 少爺, 你先坐下 坐 少爺, 梁才實在無以為報 今天你無論如何都要授我這杯 請 好, 我就授你這杯 阿財 喝完這杯茶之後 你就不再是我蘇燦的旁人 而是我蘇燦的朋友 來 阿財 今晚心情真好 沒有女人怎麼行的 聽著 無論如何給我找個女人回來給我 知道嗎? 知道 阿財 拆 救命, 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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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老兄 是 你是不是在等人? 是呀 不是在等小姑娘嗎? 你見過他嗎? 他被魚天禁的那群人 衝到前面的客棧那裡 在魚大有發現我 我看也是 我先去盲事 快點 你甚麼事? 我找人 這麼晚找甚麼人, 走吧 不要, 走吧 走吧, 走 走 不要你們, 走吧 放手… 放手 開門 你是誰 你這個壞蛋 你幹甚麼?想怎樣? 走開門 開門 走開門 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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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吵 我打 你發生甚麼事? 沒事 管虎一條抓人 別打他 齊哥 打 不要打他 齊哥 別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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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是甚麼人 別打他 我一定會掃到金巴 別打他 別打他 你倆抬他在隔壁房間 是 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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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你甚麼人 他是我未婚夫 甚麼? 他是你未婚夫 他半夜連闖 我隨便給他一個罪名 他必死無疑 不要, 大人 你不要殺他 我求求你, 你不要殺他 那為甚麼你們這麼晚還會在街上 我們本來打算明天早上回鄉 誰知道 他不是在服侍蘇少爺嗎 他跟蘇少爺請辭了 打算和我回鄉下請親 原來如此 小梅 我來問你 你是不是想救他 想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過他 我求求你 梁蔡 小梅 今天也是大家一場誠會 不好意思 這裡有五十兩銀票 你收了 你快收了這五十兩銀票 馬上離開生死 你拿錢去玩, 我不會放過他 你真是不識台的 如果你把這件事告訴你少爺送賊 你知道你少爺的脾氣一定會把這件事搞大 不是, 但我告訴你 我於天敢亦非善男順女 到時候把你少爺斬給我兩敗俱傷 你聰明就收了那些銀票 當事件沒有發生 否則你只會害了少爺 對你少爺跟我來說, 大家都沒有好處 老爺, 如果你想把這件事搞大 我沒問題 但我一定會殺了巧莫師 不要… 怎麼樣?你應不答應? 如果你不答應, 我就殺了巧莫師 來, 我殺了巧莫師 不要…我答應他, 不要 這才是 我答應你 應該說真的 你不答應 你不要的, 因為他們也沒有好處 對… 我考慮了解釋 我幫你解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